各位税务师考试的考生 大家好 欢迎来到郑保会计网校 进入我们税务师考试这个网络课堂 那我们今天要进行的是 税法一这门课程基础经讲班的学习 我是主讲教师叶青 那我们知道2023年的税务师考试 从他的这个报名以及考试时间的安排 所有的这些已经是大幕拉开 那我们的教材呢 也陆陆续续大家拿到手了 那对于这个税法一这门课程 咱们怎么来进行复习和准备 到底税法一这门课程它要怎么学 那我们今年在应对考试的时候 要注意哪些问题 今年的教材有什么变化 那我想呢通过我们这个基础经讲班 咱们前沿部分给大家做一个 总体的这个内容框架的介绍 这样呢对于初次 第一次参加税务师考试的考生来讲呢 恐怕这个总体的内容的学习 一个这个基本情况的了解 还是非常重要的 好的那我们现在就来说一下 咱们今年2023年 这个全国税务师考试的报名 它是从5月8号开始的 一直到7月10号时间很长 而且呢到8月4号到14号 还有一个补报名 所以呢这个有充分的这个考虑和准备的时间 那我们税务师考试呢 它是一共有五门课程来组成的 那它是包括叫税法一税法二 实际上呢就是咱们税法的内容给拆成了两个科目来进行考试 另外还有一个涉税服务实务 经常呢咱们就把这三门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做三税 是吧三税因为它里面所涉及到税的内容是比较多的 除此之外还有叫做财务与会计 不能说叫会计 这一门课里面它涵盖了就是财务管理和会计两门 那也就是说呢这是一个二合一的科目 不像我们税法一税法二 它是一分为二的 把税法一分为二 那财务与会计呢它是两颗合一的 是所谓一颗的 另外还有一个叫做涉税服务相关法律 是吧这样呢 五颗的内容 它要求我们是在五年内啊注意五年内完成五颗 所以呢大家压力不是非常的大 当然你要在这个工作和学习的过程当中 想这个把自己的规划做的紧凑一些 一般来讲呢 那我们建议大家是两年 是吧比如第一年呢 那你就说把这个三税啊放在一起 而且呢最好是结合着考住快 同时呢报考这个税务师的三税 因为住快里面的税法和我们税务师里面的税法一 税法二它基本内容都是一致的 只不过考试的这种形式和考试的这种侧重点有差别 而这个涉税服务 那它和税法一税法二的关系非常密切 是吧那我们的可以呢 两年通过的话 那你第二年的时候 你再把这个财务与会计涉税法律 作为这个第二年主攻的对象 所以在报考这个税务师的五颗中 那我们要做好咱们的这个职业的规划 当然有一些同学呢 那就是在我们前面啊 他是先考了讲住快 他这个考完住快然后再考税务师 所以是有一定的基础的 因此呢每一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那么每一个人对这个自己的这种职业规划 肯定是有差别的 所以五年之内啊 五科可能时间有点长 那大家尽量的是把它进行一下压缩 两到三年完成你的这个税务师考试的这种职业规划 那从今年的情况来看 咱们报名的时间已经有了 那考试的时间呢 他也确定了 那就是11月18号19号 是周末周六周日 不过呢在这两天的时间里面 有一天是考三科 这三科不是三税 而是税法一税法二 加上一个法律 这样的话 第一天是吧 他所涉及到的这个内容 那他是每一门都是两个半小时 注意啊 不管第一天还是第二天 每一门都是两个半小时的考试时间 是吧 那我们第二天呢 是财务会计 还有涉税 这个服务实务 那我们各科 肯定在学习的时候 老师们都会介绍 那咱们在这呢 是税法一这门课程的学习 所以呢 我们主要说一下税法一 它是在整个两天考试当中的第一门 五科当中的第一门 当然呢 它影响着你其他考试的这种考试情绪 考试状态 所以咱们的第一门应该是一个 就旗开得胜的 这么一个挺关键的 所以在这个税法一的考试中 两个半小时 那就是说 咱们满打满算 是吧 150分钟 我们要完成的这个内容 其实是挺多的 所以呢 在这个内容中 咱们就涉及到了 什么形式 咱们先说一下 这个税务实考试 是吧 咱们现在很多考试都是 机考方式 不过呢 在税务实考试中 它有一个特别有特色的 那就是它全部都是 选择性质的 不管它本身的命题 是单选多选 还是说本身的命题呢 它是综合分析题 总而言之 它都是让你这个 作为选择题 你自己不用去 在回答的时候 去有文字的去写 有这个计算故事的去算 那都是你下面草稿纸上的事 所以呢 全部作为选择形式的答题 这实际上呢 在整体的难度上 它是要降低的 那也就是说呢 对 我们通过来讲 这种考试的形式 它是有好处的 那比如说我们的 这种计算性的综合性的 如果你计算是完全错误的 在你的选项当中是找不着的 你自己当场就可以判断出来 你这是这个处理有问题的 所以呢 在考试形式上 我们注意一下 全都是选择性质的题目 那我们再要说一个 也就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问题了 那就是咱们考试它的题型 两个半小时 我们要处理是四类题型 单选多选 计算 还有综合分析题 四种题型 而这个题量呢 可是不少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题量 单向选择题呢 它是有40道题 不过一道题呢 是1.5分 所以单向选择题 这个量很大 一共呢 就60分了 我们的多项选择题呢 那是20道题 比单选题少了一半 那它一道题呢 是两分的分值 所以这个多项选择题 它是 一会儿我会提到 那它在得分上 应该是题型里面 得分难度最大的一个题型 那因为它是五个备选答案 好 这样多项选择题 那就是一共是 20题40分 所以我们的单选加上多选 这个我们一般称之为 客观题选择题的 就已经达到了100分了 它已经达到了100分了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总分 不是100分满分 而是超过100分的 光单选多选 就已经是100分了 那我们的第三种题型呢 叫计算题 它确实是让你去算的 是吧 让你去算 是一般针对某一个税种 来进行的计算 不过它是两个大题 是吧 两个大题里面呢 分设四个小问 这样呢 它每一个大题 四个小问 两个大题呢 就八小问 而每一小问的单位分值呢 它是两分 这样呢 它整个的计算题 是八个小问 那就是二八十六分 那我们的综合分析题 注意啊 这有两个字 综合题 它还带分析 那就是说 在你这个计算的基础上 它有一些文字性的叙述 文字性的提问 那这个提问 那这个提问往往都是跟 我们给你的这个题目相关的 让你回答一下 它的相关处理的这种准确性 所以呢 这样的综合分析题 它也都是选择 里面又有计算 里面又有分析 每年是两道大题 不过每一道大题里面呢 它是有六个小题 是吧 每一道大题里面 它是六个小题 六个小题里面 那就会涉及到 一个或者两个 是这种文字 选择性的 那么剩下呢 四个到五个 还是让你去进行这个计算的 这样呢 它是两个大题 每个大题里面六个小问 那一共是十二小问 每小问都是两分 所以它是二十四分 这样咱们的计算题 加综合分析题 相当于是四个大题 里面呢 有多少个小题啊 四个大题里面 应该有二十个小题 那这二十个小题 在四个大题里面 是吧 是二十个小题 那每个小题都是两分的 所以咱们最后可以看一下 总的情况 那就是一共 我们有单选多选六十个小题 计算综合题是四个大题里面 包含二十个小题 所以呢 小题总共是八十个小题 那满分呢 那就是一百分的单选多选 加上四十分的计算和这个综合分析 满分是一百四十分 那按照这个百分之六十的这种及格线来讲呢 那它的及格线就是八十四分 注意啊 八十四分是及格线 这样呢 我们在准备税法一的这个内容的时候 你会发现 本身好像教材的内容并不是很多 但是考核的太细致 它满分是一百四十分 所以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但是呢 毕竟也比其他有的考试要简单一些 所以我们应该是充满信心的 注意八十四分的及格线 有同学总在考虑 那会不会某一年 它是九十分才及格呢 从来没有过 只要你够了一百四十分的百分之六十 所以八十四分就及格了 好的 那我们在这呢 要接着说一说的 就是考试的时间 报名的时间 是吧 每年考试的这种固定的这个题型 这个我们都已经是清楚了 那么接下来对这些题 我们是怎么来进行这个回答 和有什么基本的要求 那它直接影响到我们考场上的一些应对 影响到我们后面在讲课当中 咱们一些举例当中的这种应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答题的要求 特别是第一次参加考试的 没有考过的不知道怎么回事的 要说一下 单选题 那我们是这个刚才说四十个小题 它是四选一 所以呢 它是相对简单的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单选题是在我们得分当中 要保证得分率非常高的这么一个题型 而第二种题型 刚才说过 它是得分最难的 原因就是说 它是多项选择 是吧 而且呢 是五个被选择 那五个里面 有两个到四个是正确的 不可能全对 是吧 不可能全对 五个都对的没有 那也不可能只有一个对的 因为它是多选 但是呢 在税务师考试的 这个多选题的 这种判分标准上 咱们一贯都是 那就是 你要选多了 或者是选错了 不得分 但是你要有少选 或者漏选 它是给部分分值的 你比如说 我们正确的答案 是吧 应该是选 A B D 是吧 A B D 但是呢 你选了A和B 那这种情况下 每一个是给0.5分 是有一分的 但是 如果你选了是A B C 好 整个两分都都没了 因为你有了一个错选的选项 所以在多项选择题的时候 我们还要 要这个仔细 是吧 要适当的考虑 谨慎性原则 同时 这个多项选择题 你想到五个备选答案 所以 它里面涉及到的考点也挺多的 因此呢 在这个学习 这个税法一的时候 包括我们是后面的税法二 其实它的考核特别细致 都需要大家在学习的时候 非常的仔细才可以 那我们说这类题型是得分最难的 因此我们有50%的准确率 那也就是说考20道题 你能做10道题是满分的 就很不错了 好 我们的第三种题型呢 是计算题 它基本上呢 就是单一税种 只考某一个税的这个计算题 从每年的情况来看呢 这个计算题 它围绕着增值税 每年都是有一个计算题 每年都是一个 咱们有的年份里面的计算题呢 是考的是制造业 这个某工厂 某食品厂 是吧 那有的是考的这个 由金融 是吧 一个金融机构 所以近四年考题来看 每年一个增值税的单独的 那行业可能是有所不同 另外还有一个计算题 那就不一定是哪一个税了 那有可能 有可能是什么呢 是这个土增的 是吧 土地增值税的 比如我们去年就是 有可能呢 是资源税的 是吧 也可能呢 是一个单独消费税的 这样的可能性都是有的 那不管怎么说呢 它是其中的某一个 单一税种 所以这是属于 叫做得分相对比较容易的 它分步骤 是吧 特朴德就问你 那个业务级 它的增值税是多少 业务级 它的这个什么什么税是多少 所以相对比较简单 就跟单项选择的小计算 差不多了 好 那这是我们要得分必保的 接下来 叫做综合分析题 它一般呢 都是跨章节的 是吧 这样的跨章节的 知识点就比较多 而且跨章节的 它就不会说 某一个业务 它的某一个税是多少 它一般都问你 这一个纳税人 这一个月的 整个的某一个税是多少 所以呢 它的综合性就比较强 那这样 我们对不同的提醒 是吧 它有了不同的这种应对 是吧 也知道了呢 它答题的一个 基本的要求 那也就是说 在单选和计算题上 是咱们主要的拿分点 多选题呢 那就是肯定是要丢分的 你想想 这个140分里面 你丢40%都可以 所以肯定是要丢分的 而综合分析题呢 这个基本上 每年的这种点 都差不太多 所以综合分析题 也是我们能够 拿主要分数的地方 好 这是针对答题的要求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想说一说 作为这个税务师考试 咱们历年 都是有指定教材的 既然有指定教材 那我们复习起来呢 可以说就相对 要比较的简单一些 因为它是有针对性的 不是说针对 税法的政策 你大海捞针去 所以对税法一 这门课程的教材 我们来进行一下介绍 那就是从结构上 它今年没有任何的变化 还是实章 那这实章呢 是由两部分来组成的 一部分我们称之为 叫税法的基本原理 基本原理是第一章 那它在考试当中的分值 曾经有过上十分的 不过现在是越来越少了 一般呢 就是一个单选 一个多选了 是吧 这样呢 原理部分 我们还是要学习 还是要清楚 因为它是后面学习的 一个基础和铺垫 那么从第二部分来看呢 那就是税收实体法的 九个税种 那从第二章到第十章 这九章就是一章一个税 一共九个税 这九个税是什么 我们了解一下 那就是以货物和劳务 作为征税对象来征收的 包括增值税 消费税 这都是咱们的重点税了 还有呢 就是进口 进口货物的这个关税 另外那就是以资源 作为征税对象的 是吧 有资源税 环境保护税 资源税呢 是咱们一个相对 比较重要的税种 那还有叫特定目的税 特定目的作为这个征税的对象 你比如说呢 一个叫做附加税的承介税 还有附加费 另外土地增值税 它是以这个土地房屋 这些不动产的产权变更 作为这个征税对象的 土地增值税 这是一个我们比较重要的税 另外还有车辆在购置的时候 要交的车辆购置税 以及呢 那收购烟液 要交的这个烟液税 所以加起来是九个税 不过我们在这也提一下 税法一里面有九个税 是吧 那总共我们实体法 有多少个税呢 总共应该是有十八个税 这十八个税呢 咱们在税务师考试当中 把它一分为二了 那也就是说 在税法二里面还有九个 是吧 那这个九个分别 是税法一九个 税法二九个 不过税法二里面 它在九个实体法基础上 又加了一个国际税收 所以它比税法一 可能难度还要稍微的大一些呢 而税法一呢 是在九个实体法的基础上 加了一个原理 所以它这么来进行 均衡的分配 那这样的一和二的 这个加总 实际上就是我们 筑块考试当中的 税法这门课程 这一门课程 所以如果你是考完了 注册会计师CPA的税法 你再来参加税务师 这个税法一和税法二的考试 不是说你一定能通过 因为它考核非常的细致 但是你的基础 你的知识结构 那就是已经完全都建立起来了 学这个税法一 税法二就非常的省事了 所以我们都一般建议大家呢 就是注快的 你要是考税法 一定当年报税务师的税法一和税法二 这样呢你可以一举两得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 作为这个教材 结构是没有变化 但是呢 咱们的内容是不是有变化呢 我手里面拿着的是我们今年的税务师考试的这个教材 要说内容吧 年年是吧 尤其是税法 伴随着这几年的 是吧 咱们从这个深化改革 从这个对中小微企业的是吧 扶持 以及呢应对疫情等等 我们的税法的变化真的是挺大的 所以从今年咱们税法一的这个变化情况来看 我们给大家呢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那这个变化 首先呢 那就是它的叶数 从去年的是叫317叶 今年呢是335叶 是吧 所以叶数呢 它是增加了18叶 那肯定是内容有增加呗 那如果说从字数上来讲呢 去年是49.4万字 今年是上了50了 52.7万字 所以呢 咱们的字数呢增加了3.3万字 不过大家不要害怕 说增加这么多字数 增加多少内容啊 那有一些呢 它是跟考试密切相关的 但是有一些增加的 它跟考试本来的关系不大 那这样呢 咱们针对这个跟考试关系比较大的 主要的变化 来给大家做一下简单的介绍 10章当中变化最大的 那一定是增值税 这是我们的一个大税 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税 主体税 所以这个主要的变化内容 给大家简单的梳理一下 比如说我们第一章原理部分的变化呢 主要是涉及到税务行政这个处罚 是吧 它有一个就是对公民 这个2000元以上 对单位1万元以上的税务行政处罚 可以走听证程序 另外呢增加了一个近10年 是吧 以完善立法啊 作为首要任务的财税改革 它的改革的情况 这个不是我们考试重点 好 那来说一说第二章 这个变化内容最多的 都有什么样的变化呢 比如说在市同销售 市同销售这个货物行为里面 我们原来的增值税条例是有八项 其中有一项伴随着引改增呢 咱们教材就把它给拿走了 因为这个资产或委托加工的货物 用于非增值税应税项目 觉得这个现在没有非增值税应税项目了 实际上咱们现在还是有 而且呢这个增值税条例里面并没有把它去掉 所以现在这是属于恢复进来的 不过这本身也不是考试的重点 另外呢在税收优惠里面增加了 像这个法律援助人员按规定 获取的这个法律援助的贴免增值税 像这个叫处置抵债不动产 是吧 它可以按插额集税 这个插额集税是什么样的不动产处置 是什么样的可以扣减啊 作为这个插额集税的扣减项目 它有什么样的凭证的要求 这都在税收优惠里面做了补充 另外针对增值税的叫小规模纳税人 是吧 这种普惠性的优惠政策 我们在这几年变化真的是挺大的 那这个以前已经变了的 我想的作为考试 这个再考的这种意义就不大了 是吧 都是过去的事情了 所以咱们就知道现在的政策 那就是2023年的政策 那它的政策呢 就是小规模纳税人 是吧 以前是正常应该3%的解疫征收方法 是吧 在疫情这个期间呢 我们还试用过不同的地区的 是吧 有全免纳有1%了 那我们这个今年咱们就说现在的 那就是1%了 那这样的话 1%适合于的是小规模纳税人 2023年的 所以这样的问题都是过渡性的 不需要特别的去考虑 另外一个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 它的起征点 这是10万 每月 那以前我们是去年 这是15万是吧 那就是说不到月销售额15万的 你是不需要交增值税的 因为你没有达到征税的起点 那么我们现在呢 是月销售额10万以下 不用交税 那按季度交税 那么季度就是30万以下的 是不用交增值税的 好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过渡性的政策 就是针对制造业中小微企业 延缓缴纳部分税费 这是在去年的疫情当中 是吧 咱们规定的 不过这个延缓纳税的期满之后 现在呢 他又提到了一个增加延长四个月 实际上它都是一些过渡性 那么针对这种过渡性的是变化 但是并不是我们的考试重点 好 那接下来提到增值税 一般纳税人的一般计税方法当中 销项减项主要呢 是计项里面有这么两个 这两个呢 可以说跟我们考试的关系是比较大的 一个那就是增加了关于收购 烟业计项税额的规定 这不是新政策 只不过原来我们税务师考试的教材当中 没有写这个内容 可是在考试的题目当中 曾经设计过 像我们2020年的综合题 是吧 考到的一个卷烟厂的业务设计过 所以呢 现在把这个内容给加进来 那就是收购烟业的增值税的进项税 要把烟业税考虑进去 好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 也是从2023年的1月1日起的 对于那个加进抵减 你进项税额是吧 那它是一票抵扣 计算抵扣 但是还有根本没有发生 也可以抵扣的进项税额 这叫加进抵减 是吧 那我们选择的 那就是对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 生产性服务加进抵减呢 原来是10% 注意啊 以前10% 这是从2019年的4月1日起 现在没有了 降了一半 那是5%了 而生活性服务呢 那我们比如去年吧 还15%呢 现在不是15%了 是10%了 所以这样的变化会影响到我们的具体计算 这样的变化是容易在考题中出现的 另外呢 涉及到这个叫做流底退税政策 是吧 流底退税政策呢 咱们从去年2022年的4月1日起 对制造业等6行业 以及小微企业 咱们是有了非常重要的这种流底退税的新规 那就是有增量流底退税 有存量流底退税 去年我们在讲课当中 它已经用到了 为什么呀 因为这是去年的2022年的4月1号开始 我们当时教材这个出的时候 用了这个政策了 因为那个政策已经出来了 那么今年又增加了什么呢 就是从7月1号开始的 这个在去年教材出来的时候 是吧 它已经这个没赶上 7月1号才开始的这个政策 那个时候教材已经出了 那就是把这个流底退税的政策扩大了 扩大到批发零售等行业 不是仅仅批发零售 那咱们还涉及到像这个餐饮住宿啊 像这个教育啊 农民牧鱼啊 等等啊 它是等行业 等是多少个呢 是7个 这样呢 它的政策跟原来一样 只不过呢 是用这个政策的范围扩大了 这也算一个变化 那么接下来 我们在增值税里 还补充了二手车销售的一些政策 比如说 这个二手车经营单位 是吧 它收购的二手车是向个人收购的 那得一个人是销售二手车了嘛 那么这种情况下 个人是吧 有了销售行为 但是个人没法开增值税发票 我根本就啊 作为个人嘛 我也没有发票 所以作为这个二手车经营单位 它可以反向开票 当然这个个人在一个自然年度里面 如果说你卖的车 持有时间还不到一年 你就给卖了 而且卖了三辆几以上 这个都是不得给你开 二手车销售发票 好 那我们还新增了 像跨境电子商务出口 这个退运商品的税收政策 以及像这个陆路 企运港退税试点的政策 这个都是在出口退税当中 作为选择题 是可以适当的了解的 那我们在增值税里还增加了 像增值税 及附加税费申报表 那就把承介税和附加费 搁在增值税的 这个一张申报表里面了 这个是了解的内容 还有呢 就是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 不管是增值税的普票啊 还是专票 那他这个全电发票的一些内容介绍 所以作为能出考点呢 这个第七项 可以有小的啊 这种选择题的考点出现 好的增值税 别看它那么多的内容变化 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啊 作为出这个考试的命题的啊 就是我画钩的是吧 这几个地方 它是能够有这个命题的 普惠性的增值税 小规模纳税人的 还有这个税收优惠的 好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关于这个税法一第三章消费税的变化 就是两个 一个 那就是今年在考题里 一定会出现的 从去年的11月1日起 咱们在消费税的应税消费品 一共是15种 这是没变化的 15种的这个第一种 叫烟 第二种是酒 在烟里面呢 增加了一个子木啊 就是电子烟 所以针对电子烟 争消费税 什么是电子烟 电子烟在什么环节争消费税 怎么来征收 所以它的相关规定 这是一定在今年考题里会涉及到 另外呢 就是关于这个成品油 这种应税消费品 它税收返还的条件 所以消费税的重点 那就是电子烟的征税问题 那么接下来呢 就从第四章 一直到后面的第十章 我们都是在现实的 这个生活当中的非主体税 所以它在我们教材当中的 这种变化呢 也不是很大 比如说像土地增值税 申报本加了 申报本加了 本来也不是我们考试的内容 像资源税 它加了一截叫水资源税 而这个车辆购置税呢 就是优惠 优惠 它针对的是新能源车 那我们今年 还是属于这个免税的 不过去年 6月1号到12月31号 它是有减半征收的 那就是排气量在2.0以下的 金额在30万以下 这个都已经是过期了 减半征收的 所以那个并不是多重要 至于说关税 它有税率的调整 有减免税当中的 暂时免税的一些项目 一般了解 不过在我们的4至10章当中 你别看它变化不多 但本身的土地增值税 和本身的资源税 就是我们考试当中 比较重要的内容 好的 那这样呢 关于咱们教材的一个整体结构 和我们今年的这个变化情况 做了介绍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说一说 睡法一这门课程考试的特点了 首先它的考核非常全面 而且呢 重点非常的突出 10章一定是每章都有题 涉及到的这个面面俱到 是吧 那这个重点突出就在于 有的时候 这一章就可以 70分以上 满分140啊 70分以上 那就是说 这一章就可以占了一半的分值 那么这一章 大家肯定能猜出来 就是增值税 那我们少的话 这一章 一个单选一个多选 那不是也得是3.5分了吗 所以这个命题当中的特点 毕竟是张张出题 重点突出 另外呢 它考核的非常细致 特别是在单选多选题 它加起来100分啊 60倒题啊 因此呢 考核的这种细致程度 那可以说 你要没有参考过 税务师考试的考题 或者说没有听过我们的课程 就是按照筑块的思路 来直接 这个筑块的 这个已经学过的这些政策 这些底子 我就直接上考场 参加税务师考试 那是不行的 过不了的 那因为呢 它的命题思路有差别 我们以增值税为例 像单选多选 在筑块考试当中 增值税顶多也就是 三道题到四道题 三至四题 而在税务师考试当中 光一个增值税 咱们最多的是吧 它单选能够出到20道题 它多选呢 最多的出过8道题 所以单选加多选 你看 二十多道 一个增值税的 那按照我们原来 那个底子不看 那么细的情况下 你是没法通过 税务师考试 所以这个税务师考试 它的细致程度 要比筑块的税法 要细的多的多 特别是我们的 选择题这块 因为它选择题 本身它的量在那 量比较大 好的 那关于这个考试的特点当中 我们还要提到的 那就是我们的选择题呢 政策考的比较多 那么选择题里 有没有小计算 有 但是相对来讲少 而这个计算题和综合题 这个是属于靠操作为主的 因此在我们学习当中 你既要把握住政策 因为那个单选多选的100分呢 那咱们的计算题和综合分析题 是不能落的 40分 所以要这个客观题 主观题都要兼顾才可以 好 那我们还要注意的 就是每年有新增的 有变化的 这个都是作为考试命题当中 高度重视的命题点 所以我们学习当中 也是要高度重视的 后面我会在讲课中 突出这个特点 好的 那我们在这也想说一下 咱们税法一一共是10章 那按照重要程度来分 那当然是翻在第一级的 第一级三个型号的 那就是我们的这个增值税法 因为它在现实生活当中 就占到我们整个啊 这个一帮公共预算收入 里面的税收收入 是吧 光阴增值税 那就是快顶了半边天了 所以呢 它确实是重要 那在我们税法一考试中 它是单选多选 然后计算题 综合分析题 所有的都不落 而且计算题 每年一定会有它 综合分析题里面呢 也一定是以它为主的 以它为主 配着其他的 甚至有个别年份的 就是 像去年 就是以它为主 还有一个 这个综合题 所以综合题 等于两道题 都涉及到了增值税 因此少则 它的分数呢 一般也是要在 将近60分 60分左右 是吧 多则 60分左右 是吧 多则 它出过75分的 就这么一个增值税 所以这种情况下 咱们就按照 一般的平均情况来看 就是50%的增值税 因为这几年受疫情影响 我们经常是有的 这个一年有两场考试 是吧 我们去年还有三场考试的 这种情况下 咱们不能说 按照每一场考试的 都给大家进行一个一个的 这个分析对照 那我们是按平均情况 所以你必须是按照一般情况 来进行准备 好 那属于第二级两个型号的呢 那就是能出在计算题的提醒里 也可以和增值税结合 出在综合题的提醒里 有三个税 那有这个消费税 资源税和土地增值税 所以这样的三个税 那我们每一个税就按照 十分 十分多点来算的话 那他们三个加起来呢 也要30分到40分 所以这三个税就占了我们整个分值的30%左右 所以可以说在整个税法一里面 那就是一个增值税 加上三个二层级的 那一共呢 是这四个税是重点 是吧 这四个是重点 他们加起来的分值呢 那就是说达到总分值的80%左右了 那么我们还有画了一个型号的 这个主要是选择题 像原理是吧 像这个承建税 车辆购置税 这个环保税 烟业税 关税 它主要是选择题 但是也不排除个别的情况下 比如说我们的车辆购置税 是吧 去年的综合题里面 就考了一个汽车制造企业 所以它有消费税 因为它生产的是应税消费品的 这个乘用车 它有增值税 同时呢 它还把这车留学自己用了 所以它还有车辆购置税 但是那个综合题里的车辆购置税 就是一个简单计算 所以这样的购置税呀 承建税呀 包括呢 像关税 它都可以结合着综合题 但是也就占一问 因此我们主要说 它都是单选多选题 所以它的分值 这几个税 或者说这几张 六张吧 加起来也就占20%左右 这样我们根据不同的这个等级 不同的重要性 后面学习的时候 当然也就是不同的区别对待 像增值税 我们的讲课时长就占得非常的长 因为它分值就占一半 那像有的 那咱们就很简单的是吧 可能一个小时左右 一章就学习完了 好的 那我们关于这个税法一 它的内容 咱们做了介绍 它的特点 我们也这个给大家进行总结了 那怎么复习呀 所以针对这种复习 我们给大家一个建议和思路 那就是首先你要充分利用 咱们这个政法会计网校的各种 这种课程 或者说各种产品吧 从咱们现在的叫做基础金奖班 到我们后面要进行习题强化 是吧 然后呢 有高频的考点的这种 让你反复的去练的是吧 重点高频考点的 那也就是说年年必考的 你是必须要拿住分的 还有呢 考前的冲刺班和考前这个叫直播班 这些班次 咱们都要把它充分的给它利用起来 并不是说所有的班次 你都要给它听好几遍 而是说呢 你在哪些地方需要听的 哪些地方需要重点听的 哪些地方需要把这一个小内容 再听一遍的 都要把它充分的利用起来 那另外呢 就是做好我们的学习计划 是吧 任何事情都是要做就规划在先 那咱们从现在这个拿到教材 比如说我们六月份开始复习 到这个十一月十八号考试 有将近六个月的时间 那这个段时间怎么来复习呢 我们是按照从来没有参加过 任何的这种就是注快啊 或者税务师考试没参加过 按照这个来说的话 那基本上你得有个五遍才能够熟悉 那这个五遍大家一听起来啊 就吓坏了 哪有那么多时间啊 你看我们这五遍怎么来 第一遍呢 那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基础经讲班 系统的学一下 你针对一个这个课程 或者说一个这个学科 你都没有系统学 你就知道几个考点 那可以说你学过的东西 还没到考试能力 已经忘了差不多了 如果你系统的学过了 你可能是有非常完善的知识体系 我们到考试之前 你还能够把这个知识体系 把握的比较准确呢 所以系统的学习呢 大概时间呢 咱们是是吧 六七八 这是我按最长的来说的 如果说有的同学啊 他是考这个注快的啊 你考CPA税法了 是吧 那么这种情况下 你前面你去准备那个 第一阶段的这块你不需要 第一遍你不需要 那也就是说 等到你考完了注快 你再过来 从八月底开始 也没问题 好 那我们如果说 按照一般情况的话 前面的基础打好了 三个月 然后第二遍呢 我们就开始 从九月份是吧 然后到十月中 差不多有一个半月吧 一个半月 这个进行的就是叫吸收强化 这个巩固相关的内容 所以像习题班 或者说历年的考题 这样提高你的这个熟练程度 那我们的第三遍和第四遍 实际上就是在考前的 从十月中旬到十月上旬 差不多呢 这个时间呢 应该是有二十天左右的时间吧 这就不能按月了 这时候你就得按天了 是吧 来进行最后的考前冲刺 做模拟套卷 注意要做套卷 为什么呀 你要按考试的题型来 因为考试当中 我们的时间是多少呢 是一百五十分钟 对吧 那么这一百五十分钟 我怎么来分配啊 比如单项选择题 我们是四十道题 那也就一道题一分钟吧 所以呢 是一道题一分钟四十道题 那也就是说四十分钟 而这个多项选择题呢 它毕竟这个单位分值要高一点 所以呢 我们可以稍微给它多一点的时间 但是没必要太多 如果说把这一道题五分钟 还在没想好呢 也没太大的必要啊 所以我们给它的时间多一点 我觉得一道题一分半钟也够 那再有二十道题 咱们是三十分钟 所以你的客观题呢 应该把握在 差不多也就七十分钟的时间 你说我都过了一个半小时 还在那单选多选呢 没必要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计算题 是吧 计算题它不是两个题吗 因为它是在得分上必保的 所以我个人认为 咱们在做计算题的时候呢 时间可以适当的 给它放宽一点 那也就是说十五分钟一道题 是吧 然后两道题我们用三十分钟 还有综合题呢 这综合题呢是两道题 这没问题 一道题呢也就是二十分钟 那这样咱们的综合题是吧 用了四十分钟 所以加起来又是一个七十分钟 这样呢 你按照这个不同题型 它的不同时间是吧 一定要在考前做套卷 把这个时间给它把握住 那这种情况下 你只能是是吧 像我们参加高考 有学校的老师带着 那现在考这个就是 你自己把握时间 好 那在考前 咱们最后有一个十天左右 是吧 要进行考前的叫做 查补漏洞 是吧 那听一听冲刺串奖班啊 或者说用你的一些 上班的路上的这种碎片 时间听一听相关的知识点 以及考前的直播班 总而言之 这么一算起来 不是我们每一遍都从头到尾 而是说 加上这种断断续续的 是吧 加上对某一章的这种学习 加起来 你差不多有一个 这个变数 才能对这一门课程 有相对比较熟悉的了解 好的 那我们除了做好这个计划之外 当然还应该 要有更好的学习方法 提高效率 那也就是说我们听课 不光是听 你自己也得看 那我们有这个系统的讲义 讲义当中的有图啊 有表啊 我们都可以打下来 那当然也要注意自己的总结 因为有一些图和表 可能你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 再进行更进一步的加工 可能比我总结的要更好 更适合于自己 当然呢 我们还要注意的 那就是既要有政策的应用 也要有这个政策法规 本身你要清楚 有的同学就喜欢做计算题 做综合题 就喜欢做 做对了 对上这个正确答案了 心里特别的高兴 特有成就感 那把这个政策往往就给忽略了 那可不行 你比如说税收优惠政策 比如说我们有关于 征收管理的时间地点政策 这些政策 你在计算综合题里面见不到 但是必须得看 因为我们单选多选是100分呢 好 那我们同时呢 要既要看书学习 又要自己去做 不能说 那个计算题综合分析题 是吧 我对着答案 知道怎么回事了 没用 你必须要自己动手动笔 这样呢 在学习过程当中 肯定是离不开你的自我学习 那自我学习呢 就要有相应的这种学习资料 是吧 那练习的资料 资料的来源 那就是咱们这个正宝 会计网校梦想成真系列的辅导书 有经典题解啊 有硬斥指南啊 另外咱们还有这种 习题班里的题 有练习中心里的题 有历年考题等等 都是我们非常好的这种参考的依据 当然我们的基础班里面 也会有大量的经典题目 给大家进行这个讲解 然后呢 带领大家把握或者是巩固知识点 当然在税法一的学习中 我们还想说一下的 那就是税法一一共讲九个税 这九个税之间呢 有好几个税它都有交叉关系 而这些交叉关系实际上就是我们叫做综合分析题的命题点 你比如说关税 那我们进口环节交了关税 进口就要这个交增值税 是应税消费品还有消费税 进口之后在国内啊 它可能又继续生产 或者直接卖了 那还有国内的增值税 或者说要生产的话 还有消费税 所以这么整个一个环节下来 这种综合题 它的难度呢 要大一些 在我们近三年考题里 其实没怎么出现过 我们现在题目都是要相对的来讲 难度还低一点呢 但是呢 它是一个命题思路 另外像 这个增值税 消费税和烟业税结合在一起 是吧 这个我们在综合题的考题里面呢 咱们2020年 2020年就是考的这么一个综合题嘛 那如果说没有烟业税 就是增值税和消费税的 那我们去年的 2022年的 是吧 考的是一个汽车制造企业 那不就是增值税消费税结合 然后呢 还有啊 那就是把这个车辆购置税 是吧 也给它加进去了 当然考这个增值税消费税的时候 把成建税给它放进去 那太简单了 所以这样的啊 这个小税种也可以和主税 是吧 和大税结合在一起 另外像这个增值税和资源税 结合在一起的 那我们也是在2019年 是吧 考虑石化企业 这就是综合题的考点 那增值税和土地增值税结合在一起的 我们2021年 综合题里面就有这么一个房地产开发企业 所以这样的跨税种的结合就正好体现了咱们命题的叫做综合分析题的思路 所以我们按照这个考试的命题思路 后面的讲课当中也一定是和考试的命题思路 这种紧密相连 否则大家听这个辅导课的意义就不大了 这样呢 咱们在前沿部分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总体的关于今年税务师考试 报名 考试时间 考试科目的这个基本搭配 这个总体的情况 另外主要针对税法一这门课程 它的教材结构 教材变化 它的考试特点 它的这种税种交叉 给大家做了一个总体的介绍 这些介绍呢 是为了我们后面的这个课程学习做一个铺垫 也是为了你自己在进行课下学习的时候 把握一个方向 那好 接下来那就请同学们和我一起进入我们税法一这门课程的基础经讲班内容学习